JIP著名女团Wilder Girls出身的浦玉恩和齐牧师父亲因欺诈罪证是被告上了法庭 早前韩国媒体就曾报道过今年的三月份 首尔的警察署已经接受了围绕着浦玉恩妇亲相关的一些罪名材料 但是时日已经正式提交到了检察院进行相关详细调查 这些教主们主张浦玉恩和他的父亲声称要促进演艺事业为由 从众多的教主身上弄到了投资金额后 并擅自把资金转移到了个人账户底 而浦玉恩本人更是参与了事业促进说明会现场 因此也把他本人也一同告上了法庭 作为一名牧师 浦玉恩的父亲此前已经有过一次前科 在去年二月份的时候 他本人利用牧师的特权私自筹募了197亿韩币 并且试图转移到他个人的名下 而检察机关发现之后通过一审和二审的判决 最终判了他六年的刑事处罚 不仅如此 从2014年到2017年7月份为止 针对自己的教徒骗取了多大30亿亿韩币的金额 因此韩国的司法裁判所最终判他六年以及赔偿6亿8千万哈利的处罚 而作为浦玉的女儿 浦玉恩在这件事情上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很多教徒们主张因为有了浦玉恩亲自参与说明会的情况 才果断把前头给了其父亲浦玉 面对自己的指控浦玉恩接受采访时却坚决表示 自己和这次父亲的欺诈案完全没有关系 会如实接受警方和检察机构的任何一个处罚 并愿意承担所有法律责任 又一位被父母套路的爱豆歌手 其实浦玉恩的人品怎么样 从早年兼台以Wonder Girls活动的时候 很多粉丝应该很清楚的 那个时候行程再怎么忙碌 唯一在移动的车上坚持学习的成员就是朴玉恩 也因此后来他还考上了梨花女子大学的法律专业 虽然最后的面试没有通过 可在爱豆圈子里的人品是出了名的好